好 二哥 不要這樣 我大哥 開個窗怎樣 你這個 沒事啦 喂 你 車是不能開湯匙嗎 乘客渾身酒氣 講沒兩句髒話狂飆 坐在一旁的女性友人 不斷安撫情緒也沒用 開湯匙就給你灌 沒事啦 不要這樣 不要再講 趕快走 你改水了 你還好 你不送 你在印出人家 喝醉酒 只是想開窗透透氣 何必大吵大鬧 說話在二十一號凌晨三點 兩名乘客在北市中下中路三段 搭上多元計程車 經濟市民大道三段 後座男乘客疑似三杯黃湯下肚 自行開窗想打嗝 女司機好意詢問 是不是太熱 窗戶要幫你多開一點嗎 或是冷氣開牆一點 沒想到男乘客認為對方管太多 開始暴怒不斷飆罵三字經 我當下聽到的時候其實很恐懼 我也很緊張 感覺他會動手 所以我就叫著警察 警方道場排解糾紛 乘客最後付錢離開 女司機後續也提告公然侮辱 回答不對的手來腳來都有啊 亂暴路啊 說我們跟他繞路啊 合理要求司機都願意配合 但就怕乘客喝醉酒凸在車上 或爆發肢體衝突 影響行車安全 接著昨天結城關於台北報導